今天咱们来聊点刺激的 你们有没有想过 这些中年女人 到底是怎么勾搭上自己的如意郎君的 别以为咱们年纪大了就没招了 告诉你们 咱们这些老江湖可有的是套路 今天我就给你们爆料五个名士男人的绝招 包你们听得脸红心跳 欲罢不能 第一位 李女士 今年35岁 她说 哎呀 说起我是怎么勾搭上我现在的这个老公的 那可真是一把心酸泪呀 那会儿我刚离过婚 整个人都不好了 天天看着办公室里成双成对的同事 心里别提多难受了 有天我眼睛一瞟 看到了小吴 这小伙子长得是真不赖 高高壮壮的 就是整天闷不吭声 跟个木头似的 我寻思着 这样的男人肯定没对象 果然一打听 还真是单着呢 我就开始了我的轰炸计划 每天早上准时给他发个早安帅哥 晚上临睡前 再来个晚安 做个好梦 刚开始 那小子爱答不理的 我也不挡 继续发呗 慢慢的 他也会回我两句了 有一次 我看他加班到很晚 我就故意问他 吃饭了吗 他说没吃 我二话不说 就给他送去了盒饭 那天晚上 我俩聊到凌晨两点 从工作聊到人生 可把我给美坏了 就这么磨了快三个月 终于有一天 这木头开窍了 约我出去吃饭 我那个激动啊 恨不得马上就答应 但是我忍住了 装作很忙的样子 过了半天才回复他说 好啊 正好我也饿了 吃饭那天 我可是精心打扮了一番 穿了件低胸的连衣裙 还特意喷了点香水 我看他眼睛都直了 心里偷着乐 饭桌上 我故意靠近他 假装不小心碰到他的手 哎呀 这小子脸都红了 我心想这鱼儿差不多上钩了 吃完饭后 我说想去散步消消食 走着走着 我就挽住了他的胳膊 他浑身僵硬 但也没推开我 我故意把胸往他胳膊上蹭 就听见他倒吸一口凉气 最后我们坐在河边的长椅上 我靠在他肩膀上 轻声说 小吴啊 你说咱俩认识这么久了 你就没点想法吗 他支支吾吾半天 终于说出了那句 我等了三个月的话 他说 理解 其实我挺喜欢你的 就这样 我们终于在一起了 现在想想 我觉得我这招挺高明的 慢慢来 细水长流 让他觉得是他主动的 其实全程都在我的掌控之中 不过说实话 和他在一起后 我是真的收心了 以前总觉得自己年纪大了 浑身上下都不如年轻姑娘 但是他总是说我最好 说我身材好 皮肤好 现在每次耐什么的时候 我都特别有自信 他还夸我床上功夫了得 说我比那些年轻姑娘厉害多了 这话我爱听第二位张女士 38岁 她说 我跟我现在这个老公啊 真是个孽缘 那会儿我在广告公司上班 整天对着电脑 眼睛都快瞎了 一天公司来了个新客户 我的妈呀 这男的可真是我见过最帅的 我一看这男的 心里就痒痒的 但是你也知道 咱们这行有规矩 不能随便勾搭客户 可我这人吧 从来不信邪 我寻思着 总得想个办法接近他 正好有个项目需要跟他对接 我就主动请应 每次开会我都是第一个到 就为了能挨着他坐 我还特意化了香水 就喷他最容易闻到的位置 有一次开会到很晚 我故意说饿了 他二话不说 就请我吃饭 我心里那个美呀 但是表面上 还得装作很矜持的样子 吃饭的时候 我假装不小心把酱汁 弄到了嘴角 然后很妩媚地问他 我嘴边有东西吗 他愣了一下 然后很绅士地帮我擦掉了 我感觉他的手都有点抖 心想这鱼儿差不多了 后来我又找借口说 想了解他们公司的业务 让他带我参观 参观完后 我提议去喝咖啡 在咖啡厅里 我故意坐得离他很近 还时不时地碰碰他的手 我发现他特别喜欢看话剧 我二话不说 买了两张票 说是公司发的福利 看完话剧后 我提议去酒吧坐坐 喝了点酒后 我们都有点上头了 我故意靠在他肩上 说你知道吗 我觉得你特别好 他看着我的眼睛 说我也是 然后就吻了我 那天晚上 我们就滚到一起去了 说实话 我本来以为这种精英男 可能床上功夫一般 没想到厉害得很 那天晚上 我们折腾到天亮 第二天 我都被差点迟到了 从那以后 我们就正式在一起了 现在回想起来 我觉得这招挺高 看似是他主动 其实每一步 都在我的计划之中 不过 我也是真心喜欢他 不然也不会这么费心思 第三位 王女士 今年四十岁了 她说 哎呦喂 说起我是怎么勾搭上 我家那口子的 那可真是一言难尽啊 那会儿 我刚来公司没多久 就看上了 咱们部门的大老板 那男人 虽然年纪大了点 但是气质好啊 一看就是有钱人 我寻思着 这种男人 肯定身边不缺女人 我得想个办法 让他注意到我 正好公司年会 要到了 我可是下了血本啊 我特意买了件低胸的红色礼服 那个领口低的 我自己看了都脸红 来参加年会的时候 我看到不少男同事的眼睛都直了 但我可不在乎他们 我的目标可是咱们的大老板 酒过三巡 大家都有点喝高了 我看准时机 故意走到老板跟前说要敬酒 我一边倒酒 一边弯腰 那个角度 老板的眼睛都直了 喝完酒后是跳舞时间 我二话不说 就拉着老板去舞池 跳舞的时候 我可是使出了浑身解数 时不时地贴近它 还故意用胸蹭它的胳膊 我感觉它的呼吸都急促了 玩游戏的时候 我又故意坐它旁边 假装喝多了 靠在它肩上 我听到它吞口水的声音 心想这鱼儿差不多上钩了 年会结束后 它主动说要送我回家 在车上 我故意说 哎呀 我好像喝多了 头晕得很 它说 要不要去我那儿休息一下 我心里乐开了滑 但还是装作很矜持的样子说 这样不太好吧 它说 没事 就休息一下 结果你猜怎么着 我们一进它家门 就稳到了一起 那天晚上可真是销魂啊 我都不知道 这么大年纪的男人 还能这么厉害 我们折腾了一整晚 第二天醒来 我以为这就是个一夜情 没想到 它竟然主动跟我表白了 说想和我发展长期关系 我心里那个美呀 感觉自己像中了彩票 那会儿我刚离婚不久 整天闷在家里 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我就琢磨着得找个爱好 打发打发时间 正好我一直对摄影感兴趣 从那以后 我们就经常约着一起出去拍照 有时候凌晨四点就出发 就为了拍个日出 我记得有一次 我们爬山拍日出 结果山顶上全是雾 什么都看不见 我们就坐在那儿聊天 从理想聊到人生 再聊到各自的感情经历 那天晚上 我们在山顶露营 夜里有点冷 我们就挤在一个帐篷里 你猜怎么着 我们就那么自然而然地 亲到了一起 那可真是我这辈子 最浪漫的一次经历 在星空下 在山顶上 跟一个志同道合的人 第二天早上醒来 我们都有点尴尬 但是他很主动地说 我觉得我们之间 不只是摄影伙伴那么简单 我心里乐开了花 但还是装作很矜持的样子说 是吗 那你觉得我们是什么关系 他说 我觉得我们可以试试当恋人 就这样 我们在一起了 现在我们结婚快两年了 感情依旧很好 我们还保持着 一起出去拍照的习惯 只不过 现在拍的更多是生活照了 有时候拍着拍着 就会来兴致 在野外试一试 那感觉 刺激得很 我觉得 通过共同爱好认识的人 真的很容易产生感情 而且 这种感情来得自然 不会觉得刻意 或者做作 现在每次我看到 我们拍的照片 都会想起我们认识的过程 心里就特别甜 第五位 陈女士 今年39岁了 她说 说起我是怎么勾搭上 我现在这个老公的 那可真是一把心酸泪啊 那会儿我刚升职 当上了部门经理 整天忙得跟陀罗似的 哪有时间谈恋爱啊 有一次出差参加商务会议 我就看上了一个男的 那男的气质特别好 穿着得体 说话也有水平 我心想 这种男人才配得上我呀 但是你也知道 咱们这种场合 不能表现得太明显 我就开始使出 我的聊汉十八式 首先啊 我故意坐他旁边 每次他发言的时候 我都认真听 还不时点头 茶歇的时候 我假装不小心碰到他的手 哎呀 那触电的感觉 我到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 我看他也愣了一下 晚上的酒会上 我特意换了件性感的晚礼服 我走到他跟前敬酒 故意弯腰的时候 露出一点失业线 我看他眼睛都直了 心里偷着乐 聊天的时候 我时不时地摸摸他的手臂 或者靠得特别紧 我能感觉到他呼吸变得急促了 我心想 得 这男人准时对我有意思了 会议最后一天 他主动找我要联系方式 我假装很忙的样子 过了好一会儿才给他 他说希望能保持联系 我就说 好啊 有机会一起吃个饭 回去后 我们就开始频繁联系 聊天 视频 偶尔约着出去吃饭 每次见面 我都精心打扮 恨不得把自己打扮成个花蝴蝶 有一次吃完饭后 他送我回家 到楼下的时候 我故意说 哎呀 我好像把钥匙忘在办公室了 他二话不说就说 要不去我那儿坐会儿 我心里乐开了花 但还是装作很为难的样子说 这样不太好吧 他说 没事 就坐一会儿 结果你猜怎么着 我们刚进他家门 就稳到了一起 第二天醒来 没想到他竟然主动跟我表白了 我心里那个美呀 感觉自己像中了头奖 现在我们在一起快一年了 感情很稳定 他对我特别好 不仅事业上支持我 生活中也很体贴 有时候我在想 这招是不是有点太那傻了 但是管他呢 反正我现在过得挺开心的 我觉得呀 咱们女人就是得主动一点 喜欢就要去追 不然错过了多可惜 不过我得提醒各位姐妹 这招也得看人用 你要是碰上了老实人 可能就把人家吓跑了 还有啊 可不能太明显 得给人家留点面子 让他觉得是他主动的 其实全程都在咱们的掌控之中 这才是高招 听完这五位姐妹的战斗故事 你们是不是都愈愈试了 我得提醒你们啊 这些招数可都是要因人而异的 你要是碰上了老实芭蕉的 用这些招说不定会把人家吓得落荒而逃 要是碰上了花花公子 没准人家转头就把你的招数学去泡别的姑娘了 所以啊 姐妹们 咱们用这些招的时候 可得掂量掂量 最重要的还是要了解自己 了解对方 你要是对人家没兴趣 人家对你也没意思 你就是使出吃奶的劲儿也白大 还有啊 这些招数虽然厉害 但是可千万别用在有福之福身上 那样不仅会给人家的家庭带来伤害 说不定还会给自己惹来麻烦 咱们玩归玩闹归闹 可不能太过火了 最后 我还是要说 感情这个事啊 最重要的还是两情相悦 你用再多的招数 要是没有真心实意的感情做基础 那也是空中楼阁 所以啊 姐妹们 咱们在追求爱情的时候 可得用点心思 但更要用点真心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里 希望你们都能学以致用 早日找到自己的如意郎君 记住啊 年龄不是问题 经验才是王道 中年女人 照样能在情场上大显身手 祝大家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觉得我讲你有点意思 欢迎大家点赞关注 你的支持是我更新下去的最大动力 谢谢大家 我是单身朋友在中国的小慧表姐 大家好 我是小慧 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 要分享给你们 我想告诉你们 我已经开通了会员视频频道 我将在这里分享我自己的亲身经历 分享我自己的故事 欢迎大家订阅会员 一同来分享这个旅程 我会在会员频道定期更新专属视频 让你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我 了解我经历的故事 你们的参与 你们的订阅 将是我继续前行的最大动力 谢谢大家 如何投稿给我 如果你是手机用户 打开视频下方的简介 点击投稿链接 如果你是非手机用户 可以直接点击视频下方投稿链接 打开视频下方投稿链接 打开视频下方投稿链接